但我们不用给他影响 上一次我们讲过 不需要介意人的指控 因为他们活在律法之下 就算基督徒都有些是经常指控的 这个不是耶稣的方法 耶稣就算那些人犯罪 他也是怜悯他们的 当他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神里面是充满恩典的 譬如他呼叫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你多次杀害先知 我多次招罪你好像招罪小鸡一样 但你不愿意 虽然他们不肯听话 但耶稣的心仍然呼召他们 耶稣仍然怜悯他们 耶稣就不是骂他们 你们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你多次杀害先知 我真的要罚你 罚到你 坦坦意为你的懲罚要很严重 在你身上 耶稣不是这样 我其实想招罪你 你何必这么辛苦 所以我希望大家学到心里柔和谦卑 为什么我能够柔和谦卑呢 比如其中一个传道跟我说 他说 他是很难的 那些事情很难 很困难 为什么可以没有压力 他说 怎么可能没有压力 我说 其实我也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有训练 我有网上训练 我有去宣教 有很多人 有些听话 有些不听话 不过不要紧 这是神的责任 神负责 我做了我应该的责任 我知道一定有人改变 比如我们去到一场做会 那些人立刻 开心了 立刻整个松了 立刻有动力 教了两天之后 整个改变了 就是很有信心 原来看得到 原来神是真的会 祝福我们 提升我们的 我们用神的方法 所以耶稣说什么 你们当父我骗 学我的样式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学我柔和谦卑 你不用这么大压力 轻轻松松 当人家说我们 也不用放在心上 第一点 我们讲到 很容易人就会 因为潜意识里面 很多控诉 所以很容易控诉人 被人伤害 而耶稣已经除去一切的控诉 所以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 因为神已经 已经称我们为义 耶稣为我们死 并且在天上为我们祈求 在神的右边 所以我们不用让祂影响 以及控诉我们的 昼夜的 昼夜控诉我们的魔鬼 已经被摔下去了 所以我们不用受影响 魔鬼已经输了 不用受影响 当彼得和耶稣说 主要离开我 因为我的罪人 他见到耶稣行的神 即一吩咐 将我摸到另一边 立刻捉了很多鱼 他就觉得 耶稣你是一个神派的先知 他不知道当时是基督 他觉得他不配 他说你离开我 但耶稣就说你不用怕 耶稣就是安慰人 你不用怕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你会祝福人的 你的生命会提升的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 不用紧张的 我心里有和 牵卑你学我的样式 赴我骗我的样式 这用你们心里 就必得享安息 和神会简算的余绝 好了 我们今次讲 就是怎样不让控诉影响 比如人家的控诉 我们自己的控诉 罗马书8章31节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敌党我们呢 诗篇118篇6节 有耶稣帮助我 必不具派 人能把我 怎样呢 为什么很多人被人 骂就会很大 很激气呢 因为他觉得他骂我 很不值 第二 他骂我 伤害我 他令到我失去很多 令到我不开心 这个是他觉得是 当他觉得是的时候 那件事就会发生的 他真的会失去很多 有很多人的而且确 他被人骂 被人伤害 有小到大 被人骂 所以失去很多 其实我家里 本来我小时候 是没有骂的 但是自从我父母离婚之后 那我家里 改变之后 就不同了 我妈离开了之后 家里就完全不同 是吵架 打 以及我发恶梦 以及梦游 这个是影响过很长时间的 就是发恶梦 我很感谢神 当我信耶稣之后 是很大的改变 当时我还记得 家里面一个人 是当时很容易骂我们的 他在骂我的时候 我的心里面就在说 我不用介意的 他骂我 很信耶稣 骂我不准我去教堂 那我呢 又不准我受洗 但是我结果全部都做了 并且做牧师 但是呢 我心里面说 他骂我的东西不重要的 那样东西不会改变我的命运的 我是有 就是有神给我的生命的 并且呢 神有个计划的 他不能破坏到的 他没有权并的 那我的心里面 就不放在心上 在那时我就开始 他在骂我 我一直坐在那里 是没有影响的 就是坐在那里看着他 是不会很大反应的 就是这样听他说话的 那这个呢 都是神给我开始的改变 那后来呢 经过 其实呢 我都曾经 在侍奉的时候 曾经被人伤害过 因为呢 有同工批评了 我有长的时间呢 就又是很大压力 很害怕啊 在心里面很害怕 因为呢 那种压力 但是后来我明白 其实神在我生命有奇妙计划 祂不能够破坏的 那我就 在我 我就开始学放手了 当我学放手的时候呢 和我亲近神 那时候也是神使用这个事哦 我就在家里 我经常都赞美神的 耶和白是我的母者 我必不知缺乏 我唱歌觉得很平安很平安 那这件事呢 其实帮助我倚靠神 但是呢 其实那个巨派依然在这里 但是我后来 在圣经里找到一句经文 那麽多前书四章二节 所求于管家的事要他有忠心 其实我自己看一下 我自己真的很努力事奉神 虽然不达到那个人的要求 他有他的要求 他的方式 但是我真是努力 真是很忠心 所以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那我就告诉自己 其实神都称赞我 我为何计较人去批评呢 其实神很特别的 神是不同人的 人是怎样呢 你考试 譬如你小时候考试不合格 那你家人会骂你 你只得40分 但是你考到好些了 70分他说 你不要以为你赢了70分 你看你还欠30分 你去到99分 他说 你欠一分都不100分 你为何会这样呢 你100分他说 你不要骄傲 你下次可能变得低分了 你要勤力读书 有些人总是会数一些不好的东西 但是神是怎样呢 他数我们好的东西 你一杯凉水 是不是很容易呢 一杯凉水就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有人数你不好的东西呢 你用回这个经文了 神帮我 谁能够抵挡我 没有人能够抵挡 其实都曾经有人抵挡我的 但我就不介意 那就不让他影响了 于是我就选择不发脾气 这件事我真的跟以前是很大改变的 是不介意他说的东西 不放在心上 因为我分辨到他的生命有问题 我就不计较了 大家试试想想 谁最容易骂你呢 你发觉骂你的人 伤害你的人 其实很难停止伤害人的 都是很多时候长期发脾气 我们要不要介意呢 他能不能够抵挡神的恩典呢 所以我们可以放手 在他心里处理 处理不是压抑 压抑是什么呢 我明明很生气 不过我不可以发生气 我要压住 这样就很惨的 如果是这样 很容易有病的 千万不要用这个方法 不重要的 就像太极拳 四两射千斤 你很大力打过来 一掃 这样就把你的力掃了走 你一骂我 不要紧 因为你呢 如果是我们错 我们认错 但如果不是我们错 这个人呢 经常被人伤害 所以他会伤害人 不要紧要的 他被人伤害 所以他口 经常都会骂人 我不用放在心上 其实就是这样 那你就可以化解这些的伤害 不放在心上 因为没有人能够伤害我们 还有神帮我们 圣经说 我们亲近神 尊重神 爱神 神为我们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耳朵未曾听见 耳朵未曾想到的礼物 其实我一生领受的礼物 多到不得了 我家里 是很穷的 因为家人赌博 我那时候中学 做工赚了一些钱 买衣服回来 可以失踪 被人拿去当 我在这样的家庭长大 根本没有可能 能够有这么多机会读书 但是神为我预备 能够让我读很多书 学很多东西 接触很多东西 是完全不是家庭可以给我的 这个就是神为我预备 我们想都想不到的 有些人说 那是不是我爱神 就以后神为我预备 可以读大学 每个人不同的路 不要紧要的 神总会将好东西给你 那神要帮你 你必须害怕死了死了 祂害我 祂骂我 祂得罪我 其实不需要那么介意 这就是一个方法 不用介意 祂害不了我的 因为神会保守我 在我背后的更厉害 有一个这样的见证 有一个人他长大在一个 巫术家庭 他爸爸那边 全部都是巫术的人 但是他妈妈就是一个 经历圣灵的基督徒 这个很奇怪 他会嫁给这个家庭 不过 这个故事前面 我不管 他就生了一个小朋友 生了一个小朋友 他妈妈一早决定 要将他带去 去归入巫术 将来做巫师 有一次 到他大约十岁左右 就有人来捉他 就要将他带去 那他妈妈就不断祷告 然后跟着那两个人就很害怕 他都骑到他就很害怕 哇 马上走 他就很奇怪 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在这个小朋友背后 看到一个很巨型的天使 他很巨型的天使 站在那里 所以这两个人马上走了 我们也是的 神保守我们 圣经说到什么呢 你不要轻看这些小子 因为他们的使者 常见我天父的面 我们每个人都有使者 当然最主要保护我们的是神 但是神是派天使来服侍我们 保护我们 其实有时我们会经历一些很特别的困难 灾难 譬如有一次我差不多撞车 车在地面本来没有兵 为什么那里忽然有兵呢 车一转由一条线 转到第三条线 转到车返回头 然后跟着就有大货车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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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全部是有神控制的 有天使在那里掌管 那可能就按着那大货车 走得没那么快 或者 总之令到车跟我有一个距离 如果不是 已经是上了天堂了 那便做不到现在的训练了 那这个都是神的保守 所以 神跟我们一起 我们是没有什么需要怕 我们一起宣告 神保守我的 我信靠耶稣 我遵从耶稣 没有人能够害我的 我是很宝贵的 我是很重要的 那些犯罪的人 我不用介意的 我不用介意的 很多人就是介意了 被人骂就很介意 其实他骂我的说话 留在空中 你很笨 这句说话留在空中多久呢 一秒钟都不够 但有些人就捉住这句说话 用锁链锁锁 锁住他 放在心里 他说我笨 哎呀 真是很不值 我其实很聪明的 我读书很聪明的 他还说我笨 哎呀 真是生气到不得了 别人说句说话 说完都走了去了 他还要锁住 他将他放在心里 让他不要走了 一生都在那里数着 有些人会说 临死 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临死 他就说他的家人做了什么 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这个故事 其实是令人伤心的 有一个爸爸 他们两个儿子 有个儿子很听话 有个儿子很不听话 但是临死的时候 他们两个儿子都来到 那他爸爸就把遗产给他 听话的那个儿子 那个儿子 那个儿子 他给了一块儿 他告诉他 我不能够饶恕你 因为你做了这么多恶事 其实这句话 真的对那个儿子 是很大的伤害 他已经被拆毁 只会更加拆毁 是不会重建的 有时有些人一世 就是将这些伤心 伤害存在心中 我鼓励大家 如果你经常都想过一些不好的东西 你就将它释放出来 不要再想了 想了是没用的 因为我知道神会帮我 我不用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他会不会把我捏死呢 不要紧要捏死我 我都会上天堂 不过他都不是那么容易把我捏死的 我一个人 我有主权 我可以走的 不用被他捏死 有人骂 你可以走开一下都可以的 不用站在那儿被他骂 这个就是我们有这个心 不用介意 不用放在心上 还有 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正如经上所记 欲骂你人的欲骂都落在他身上 这些骂我们的说话 都落在耶稣身上 就有这个男的骂这个女的 他骂的说话落在耶稣身上 那你又想一想 当你骂人的时候 那时候你在骂基督 因为你在骂他的子女 那是很严重的 你想一想 你每一句 你骂你的老公 老婆 朋友 弟兄姊妹 同工 你骂他 你真是愚蠢了 你就看着耶稣说 你真是愚蠢了 耶稣有一天在审判的时候问你 他说我有多愚蠢了 那个人有多愚蠢了 你骂他 你自己有多愚蠢了 所以我们就小心了 我们真的小心 我们骂人就是落在基督的身上 所以耶稣说什么 凡骂弟兄士拉家是蠢财 难免地狱的火 好严重 所以我们真的要悔改 不要选择用这个方法 因为这个方法是最无效 亦都是我们那些愚蠢 即全 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爆出来 爆出来就要打人 要伤害人 但是这个伤害人 是打在基督身上 是神不喜悦的 所以我们知道 这些人伤害我 其实是比我更惨的 曾经有情况下 有人来我们教堂 以前的教堂 想要一些 我想要一些 我也不记得的情况下 想要一些 想要钱的 我说你想要 你其实需要做什么 买食物 我便给他一些食物 我亦都给了一些钱 他便走了 后来我走出去外面 那些食物都放在这里 他不要那些食物 他只需要一些钱 可能去吸毒 去喝酒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 那我心里想什么 其实他很凄凉 因为他欺骗牧师 他走来教会 欺骗牧师 他的罪是大的 所以有人伤害我们的时候 我们便会想 其实他慘的 我不是我慘的 我为他祈祷求神 念吻他 千万不要 叫他悔改 千万不要 你追究他这个罪 叫他悔改 可以得到赦罪 我们都求主帮助 我们知道 罵人并没有好的结果 只会带来伤害 而我们 怎样情绪 不会被人贬低呢 即是我们有这个尊贵的身份 我是很宝贵 我是重要的 有一个王全道 大家如果上网看我的影片 有一个播放清单 就是王全道 王全道 就常常上天堂 祈祷上天堂 他有一次上天堂 他又看到他自己如何荣耀 他有一次 他认识我之后 他在天堂看到我 他说你是一个很 很帥仔的 一个将军的样子 我听到当然很大的鼓励 原来我们个个在神眼中 都可以是将军的 有一个人 有一个真实的事情 有一个人他动手术 他动手术的时候 当时他的灵魂出来了 灵魂出来了 灵魂出来了 他就看到他自己 躺在床上 然后他就看到他自己 穿着很漂亮的盔甲 然后他就 发现耶稣在他旁边 耶稣就告诉你 在我眼中 你都是整天这么美丽的 即是说原来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有耶稣的乙袍 还有我们走神的路 我们在神眼中 都是很美丽 其实我们是不需要被人 踩下的 我们是王子公主 我们一起说 我们是神很喜欢的王子公主 当我们跟从神 爱神 神是很喜欢我们的 神是很喜悦我们的 没有人能够贬低我们的 好了 为什么我们情绪 不用被人贬低 我们一起宣告这些说话 一起说 我是宝贵被神看重 神给我的计划是重要的 我被人影响就影响神计划 无人能夺神的祝福 做我耐心处理人的话 亲近神有平稳安静和喜乐 这个就是一个方法 我是宝贵 我是重要的 神看重我的 神给我的计划是重要的 是很重要 为什么有些人说 不是 我的生命有很多问题 很多破碎 那问题不在神那里 是我们没有走到神的计划 你走到神的计划 你的生命就不会破碎 你的生命就会提升 而我被人影响 比如人家骂我 我受影响 就会破坏神的计划 例如我侍奉 如果我侍奉 又发脾气 又猛争 你有没有搞错 我说这样也做错 这样的时候 就会影响 就会破坏 越是这样 越是破坏神的计划 越是不被人影响 我心里平稳安静 因为神会照顾一切 这样 神的计划 就一直被提升 而且没有人能够拿走神的祝福 我便处理那些说话 将他化解 他为什么会骂人呢 因为他经常被人伤害 他心里面积传了很多愤怒 所以我可以放手 不要紧的 不死的 他的说话没有权柄 耶稣的说话有权柄 我不需要放在心里面 然后我亲近神 又平稳安静 我希望大家都习惯 常常享受神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还有我们学会珍惜整个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很宝贵 我们是神特别设计的 这里讲出有很多东西 我们一起读 这里我们神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 第一 神看重我 神在我生命有奇妙计划 神建立我生命和修理我生命 神建立我修理我生命 神赐恩赐和建立我侍奉的能力 神会给恩赐和能力我们 神使用我祝福多人 可以祝福很多人 神赐我的都是宝贵 神给我的都是宝贵的东西 我靠主保守 神赐我的一切 神给我的 我保守 我不需要被人影响 我不需要怕魔鬼的攻击 因为我们是这么宝贵 神在我身上做很多奇妙的事 所以我可以放心放手 慶省喜乐 因为神在我生命中 要做伟大的事 我希望大家 整天都深信 你的生命就会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同时我们都 相信神的恩典 同时我们都要建立 为什么呢 你很相信神爱你 你又是宝贵 但你经常吵架 你不会觉得自己宝贵 你做什么都失败 你不会觉得自己宝贵 你经常发疲 你不会觉得自己宝贵 所以一定是我们处理的 我们能够和人的关系好 原来我真的被神用 我又能帮到人 感谢主 我又能帮到人 我又被神使用 神又给我恩赐 我可以使用 我又不让人影响 原来我一直被提升 这就是相信 我们的身份去到一个高的层次 我自己来说 我感谢神 在这些最后十年左右 神提升我的生命 比以前多很多 比我很多的教导 这些教导 在网上全都给你免费 你可以看到的 你一旦有这些教导 你的生命就可以提升 我很珍惜 我不想破坏 所以我很想各方面的保守 包括健康 因为健康不好 不去到宣教 所以保守健康 保守情绪 不被人影响 和人的关系 保守 尽量保守 和所有关系 尽量和谐的 是令到人开心的 令到人觉得 是被关心 被帮助的 而是提升 侍奉的能力 每一方面的能力都提升 这样的时候 我就是珍惜我的生命 就会更加提升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珍惜 我一起宣告 我要珍惜我的生命 因为我的生命很宝贵 神有奇妙计划 魔鬼要抢夺这个计划 但我不需要被抢夺 我是非常宝贵的 而我们建立自我形象 一定是相信神有奇妙计划 我们真心亲近神 遵从神 祂就提升我了 我对人好 就建立人際关系 建立人際关系 才有健康自我形象的 如果个人和人关系不好 他不会有健康自我形象 我又建立主事的能力 譬如有个人做什么都 苦头蛇尾的 做什么都做一半 就没有了 他不会有健康自我形象的 我们一定建立主事的能力 又学习侍奉神 我生命有价值可以帮到人 没有人能够破坏神预备的计划 我不需要受到他的伤害 他怎样伤害我 他会说我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那我们的心里便会平均安静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下次再讲 我们怎样 不去控诉别人 这个今次就讲到 不要被人影响 我们在神面前都反思 去反思 去问一下自己 我没有被人罵了呢 伤害了呢 被人罵到 做一个受伤的女人呢 受伤的男人呢 做一个很凄凉的人呢 我们来到神面前 耶稣说 我们可以把垃圾倒掉 何必呢 神这么看重我 其实是我们介意 也有我们的骄傲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骄傲 我们觉得要别人 看重我 捧我 我才有价值 别人不捧我 我就觉得自己很惨了 其实不是的 个个都很宝贵 我一起起身祷告一下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看重我们 你关心我们 你爱我们 我们每一个都在你 真的是你如珠如宝 你眼中是如珠如宝 我们是你眼中的同仁 是冠面上的宝石 是非常宝贵 你时时想念我们 你不能够忘记我们的 你挂着我们 你在我们前后 还原我们 按手我们身上 当我们信靠你 亲近你 我们遵从你 侍奉你 我们的生命 就变得越来越宝贵 进入神的计划 但我们有时 内心里面有一些的伤害 被人击 被人伤害 被人罵了 以致我们的心里面 有很多的伤痕 始终都化解不了 我们今天去反思 其实这些伤害我们的人 本身都受了很多伤害 其实他们是很惨的 他们是可怜的 如果我们有错 我们就认错 但如果我们没有错 这个人伤害我们的时候 其实是他很可怜 我就怜悯他 我就祝福他 主耶稣 求你帮助我们 去怜悯这些人 他们说的话没有权兵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可以放下这些重担 主耶稣临在我们当中 在这一阵 我给大家去反思一下 你有什么地方 被人伤害过 你想想一个情景 想想一个人 你如何被他伤害过 在这一阵 你将他带到耶稣那里 你告诉耶稣听 耶稣 我心里面伤心 因为我受过这些人的伤害 你将你的感觉 告诉耶稣听 你心里面 现在仍然有这些伤害的感觉 你告诉他 耶稣啊 我心里面仍然有伤心 我仍然有压力 你不需要控诉那个人 你只是说我仍然有伤心 我仍然有压力 我仍然有心不得释放 耶稣 你见到我这个情况 你想跟我说什么话呢 你问一下耶稣 耶稣你想跟我说什么话呢 当我仍然在受伤害的状况 你想跟我说什么话呢 耶稣你跟我说 你就是好像想着耶稣在你前面 想着耶稣在你前面 你就问一下耶稣 你感受一下耶稣会跟你说什么话 可能有些意念会走出来 你就让这些说话进入你的心中 让我给大家小时间 你将这些痛苦告诉耶稣 让耶稣帮助你得释放 天父 我们中间仍然有人都会有伤害 或者是辣抑 或者觉得自己无用 或者觉得自己蠢 被人看少 但是神祢是爱我们的 祢是怜悯我们的 祢是怜悯我们的 祢是很想医治我们的 祢是很想医治我们的 现在祢跟我们说 我在你前后环绕你 按手你身上 我要祝福你 我要释放你 我要祝福你 我要祢同在 我要将 为你摆设言直 在敌人面前 虽然祢攻击你 我为你摆设言直 求主帮助我们 接受耶稣的安慰 我代替耶稣跟你说些说话 耶稣跟你说 我看重你的 我看重你多 比你看重你自己 我欣赏你多 比你欣赏你自己的 在我眼中 你是很宝贵 很重要的 你有时觉得自己没有用 其实你是可以很有用 我很想将能力恩赐给你的 你是很宝贵的 你可以出人头地的 你可以成为一个尊贵的人的 你是非常之宝贵的 何必 弄到自己这么贱 这么凄凉 这么痛苦 我来释放你 安慰你 医治你 拥抱你 我陪伴你 我和你一起 耶稣说我安慰你 我和你一起 你是我的子女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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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关心你 我医治你 我释放你的灵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我们就让耶稣释放我们的心 所有压抑 释放我们的灵 使我能经拜祢 哈利路亚 放松 放松的心 放松的喉咙 在那里叫 哈利路亚 让那些重担 叫出来 哈利路亚 把烦恼叫出来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释放我 哈利路亚 耶稣释放我 安慰我 把那些重担 拿出来 哈利路亚 把那些失败感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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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父 耶稣陪我一切 耶稣释放我 耶稣拥抱我 耶稣陪我一切 我可以轻轻松松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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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到耶稣 彩 TVs 银 Present proclaimed 耶稣 特别强 佛úc 愿佛 神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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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人是蠢材、没用、说人是怎样坏 其实这些说话有一天都要在审判台前接受审判 我们求主赦免他们,祝福他们,让他们悔改 也帮助我们不要介意,不用放在心上 我们可以轻散做人的,多谢天父,赞美天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